花蓮大西瓜是全台最知名的夏季盛品 花蓮县农会3号上午在东华大桥 举办了西瓜节的行销活动 80位的长者带着家眷一起来体验采西瓜的乐趣 更有来自西部的企业家亲自感受采瓜的乐趣 享受花蓮大西瓜的甜美好滋味 花蓮县农会举办西瓜节行销活动 特地来到东华桥夏西瓜园举行 花蓮县农会礼监视以及县议员林平阳 与80位的绿色照护站长辈一起体验采瓜的乐趣 那这个时间刚好是我们寿风香木瓜西的 这个西瓜的成熟期 那我们都知道花蓮的大西瓜是品质非常的优良的 那今天因为我们所有的志工 积极在东华大桥的桥下 也就是办一场除了西瓜DIY以外 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西瓜 那我们看到现场的西瓜 在大家极力推广之下 我们整个花蓮县的西瓜一定能够蓬勃发展 那现在网路非常的畅通 那只要我们大力的来行销 那也感谢先前有很多先进的努力之下 那我们的西瓜一定会一路藏好生意兴容 那平阳也会在花蓮县议会 那努力来争取我们农业的相关的经费 那大力的也来支持 不管是我们的西瓜 还有各项的农产品 都希望能够努力行销到我们全国去 花蓮大西瓜具有全省知名度 而受风的西瓜更是顶级 不只在口感以及甜度上 都获得民众的好评 花蓮的西瓜已经进入了尾声 已经进入了尾声 西瓜好吃好在哪里呢 因为都种在沙石地上 沙石地上的西瓜才会刷丁又好吃 而且还会弹牙 所以说今天这块地 就是最适合来种西瓜 花蓮西瓜为在西瓜的市场 它是买五百的 什么买五百你知道吗 买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志工 所有的家政班员 能够当我们花蓮西瓜的推销员 每年在这个时候 帮我们来推销西瓜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花蓮县政府 每年又给我们机会的一个补助 来办理西瓜的一个活动 同时让大家了解西瓜 除了吃好吃的西瓜 更能够知道西瓜的一个采收 还有生长的一个情形 29公斤以上等级 具有沙田口感 更是受风东华桥下西瓜的特色 也吸引了西部企业家导藏体验 刚刚进来这个西瓜产感觉 瓜楼实在很舒服 这都酒桃 双地 那种出来西瓜种得很大量 实在说 感觉很感动 很感兴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爱 老顶就老板 娘就老板 带来 鼓励大家要多吃西瓜 80位的绿色照护站长辈走在西瓜田间 亲自夏田采瓜 让长者活动筋骨 也能够让家眷一起感受到西瓜农的辛苦 并且能够享用成熟累积温度达到千度左右的华宝大西瓜 花莲大西瓜这不正 又香又甜又刷的大西瓜 记者凌杰收锋箱采访报导